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里今天举办了我与蝴蝶活动 蝴蝶是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 也是最著名的中国明星 她传奇的一生也为艺术 以及推广中华文化 做出了许多的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了蝴蝶过去的两位固友 也是非常著名的我们的作家 刘慧琪女士以及朱莉女士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一起来回忆蝴蝶传奇的一生 你们好 欢迎你们 你们好 是的 然后两位也是非常地感动 这次接受我们的采访 因为他们也都是94岁和92岁的高龄了 是吗 也是 还是非常的精神 非常的神采一异 谢谢两位 那两位一开始进到这边 看到固友蝴蝶的这些展览的这些照片 这些回忆 有什么样的感受 可以跟我们首先分享一下吗 我三岁的时候,我父亲是电影界的,他是搞这个电影的发行的,那么蝴蝶演出呢,他经常先到我家里来跟我爸爸谈谈,然后蝴蝶就不想在别的地方,在我们家里住过三个晚上,这三个晚上我那个时候很小,我就躲在他边上,真开心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蝴蝶很漂亮,很漂亮。 皮肤雪白真漂亮,后来,我当然也不说了,以后我就因为这个机会,我这样有可能,我经常会跟他见面。 是的,而且我知道您也经常饰演他的女儿,是吗?以前。 是的,是的,那么刘老师那也是撰写了蝴蝶的这个口数字传,可以跟我们讲讲今天看到展览的感受吗? 这次感染令我非常感动,作为一个蝴蝶晚年的这十几年,成为一个妄言之交,我为他写了这本书,我回忆起他最后的十几年和我的相处。 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展览整个就是,把这个蝴蝶光辉的一生,我都可以显示出来。 而且,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不仅仅是中国的演员,应该说他也是世界电影史上一名重要的人物。 看到这样的一个展览,令我感到,想起蝴蝶原来是打算在温哥华过他,平淡地过完他这一生。 我后来感觉我们欠了他一点东西,欠的就是今天谢谢三生元,以及所有的朋友,我们让蝴蝶重新回到了涅槃重生,向浴火封房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这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我们应该在这个,他生活过,也永远在这安息的地方,应该留下一页。 有一位,我见到有一位这个亚裔的这个医生跟我说,蝴蝶不仅仅是你们华裔的这个骄傲,也是我们亚裔人的骄傲。 是的,是的,那他也是代表着传奇的一代。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展览,来回忆他传奇的一生。 那我们先往这边走。 是的,那我在展览当中也看到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照片,那就是您。 当时就是在蝴蝶婚礼上的照片,当花童的照片,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下面摆放着的就是蝴蝶他当时结婚的照片。 然后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哪一位是您吗? 这个。 哦,哇,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照片是怎样拍摄,是您大概多少岁拍摄呢? 我那个时候是五岁不到,还不到五岁。 那么我父亲是搞电影方面的。 他是电影界的所有电影片都是我的父亲。 所以蝴蝶过的时候经常在我们家里。 看见我呢,他觉得我很好玩。 我很调皮嘛。 所以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潘优生来说了, 要我做他,小笔家,是这样的。 嗯,当时参加蝴蝶婚礼,您还有什么记忆吗? 我记得,他接着不说,他跟我买了很多很多巧克力。 哦,那我为您买的。 就是给我的。 而且呢,那个是胡蓉蓉。 胡蓉蓉也是演员嘛。 哦,这位。 他们有一盒都不给他。 哦,是吗? 就给我。 对您非常的偏爱。 所以我特别喜欢胡蓉。 嗯,是的。 那您在小的时候,一直来通念也都是有他的身影存在是吗? 对啊。 您觉得他跟像荧幕上,他的形象最大区别是什么? 那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有很多时候,我想我需要再想的。 但是胡蓉是我一辈子非常非常配合的人。 嗯。 他跟我父亲呢, 因为我父亲是搞这个电影的发行的。 嗯。 所以所有中国的,不管是中外的电影,要到中国来发,一定要就是我父亲的批准。 就因为胡蓉有的时候就我家里来。 嗯。 我可以从来我不会说,我今天我就说,胡蓉曾经在我们家里住过三天。 你跟我睡。 我跟他睡。 哦,是吗? 那您当时就是也是非常的亲密。 嗯。 那他一定给您留下来很深的印象。 我是该说不该说的,一句话就是,反正蝴蝶在某一个地方,我到他家里去过。 哦。 您到他家里去过。 在您,在您早长大的时候,是吗? 在国外。 在国外。 嗯,在国外。 那我不说,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第一次了。 他最后,在去世的前一两年,他把,他的这个,保留的,一部分在家里,一部分他就交给我。 嗯。 有三百多张。 嗯。 还有一些书籍,一些书报。 他说将来你在写的时候,你可以作为参考。 嗯。 所以我很高兴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 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嗯。 但是,现在终于完成了。 我说,将来我要再去见他的时候,我也可以对得起他。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谢谢您。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展览的其他地方来转一转。 像这张照片就是,嗯。 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在家里。 这张照片是我给他拍的。 那这个时候,这个是哪个时期,是在哪里拍摄的? 就在他家里。 在家里。 在温哥华吗? 在温哥华。 哦。 在温哥华,那个是可能已经是在,他七十七八岁的时候。 嗯。 因为我后来跟他写嘛,差不多各个三天,就到他家里去。 那么,我知道他有高血压,所以我也不敢逼得太多了。 我真的随便聊天,有一些他给我一些资料。 而且因为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 是的。 嗯。 而且他有很多地方,跟我有一些共同点。 比如说,他生在上海,我也是生在上海。 嗯。 我们的那些圈子的人,我也都熟悉。 哦,你都认识。 我也是广东人。 他去过欧洲的一些国家,我后来出来,我也都去过。 嗯。 所以我们的交谈是上海话,广东话,这个国语。 多种意义。 都交叉着。 是的。 而且有的是一题,心有零先,就是大家都了解了。 而且就跟我谈话,就是比较,就是不那么费力气。 嗯。 如果一个不同背景的人呢,他要解释很多,他跟我就不需要解释那么多。 是的,那不如我们一会就去看看他在国外的一些照片。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呢,我们将继续与刘老师来回顾蝴蝶传奇的一生。